你好,我是江宁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些话 这两个礼拜,南部是淹水淹得非常非常严重 下雨也下雨得非常非常夸张 其实我住高雄住十多年了 我第一次看过高雄这样,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这两个月大概高雄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事实上我今天早上起床我也是去上班 然后经过那个地下道淹水 淹水的时候我才绕回来在天桥下滑一下 因为要绕到,然后看到旁边有人在穿雨衣 就想说停一下,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停班停客 因为我觉得那个情况过去是会有危险的 结果才发现真的停班停客 那我没有要怪谁,我想要讲的是 其实自己应该要出门的时候应该就要先看 那我也不会去觉得这是政府不对 因为这个天灾,这个就是确定是天灾 你不用去想说这个,这不像台风 它提前会告诉你说,明天台风回来,这个没有 就是突然的淹水突然的下好大雨,就是这样 那它是6点12分宣布的 那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先看 我们应该先打开电视看一下,或者是滑个手机这样 那因为现在其实资讯都很发达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也不需要去增值 也不需要去骂 那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像台风这样,已经可以预知告诉你 这个已经没办法,这是天灾就是天灾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比较特别的时间点 那也许是这几天,或者是未来也是一样 当我们遇到这种好大雨的时候 先开个电视,或者是先滑个手机 你先看一下今天要不要上下班,再出门 避免一些危险,这是我想讲的 那第二个就是,南部包括屏东台南,其实 淹水都淹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帮南部加油一下 因为,刚好遇到涨潮,对不对 因为刚好遇到涨潮,然后不管是嘉义或者台南 然后高雄,然后甚至是屏东,全烟,全烟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时候不管 不要去看那些政治新闻的那些口水 那个都不重要,真的真的,那都不重要 然后那些事情你看了,或者是谁在骂谁 你看了,你只会让你火气更大 那个不是台湾现在要做的事情 台湾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把这个灾情先稳定下来 然后你要去骂,你要去什么,炒跟谁炒 那个你慢慢再去炒 不然你现在看那种新闻,你看的只会更加的火大 我觉得是事情有轻重缓急 那不是现在该做的事情 然后最后还是想要讲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帮南部加油 因为我自己也住南部 然后,对,就是希望大家帮南部加油 然后我们会早一天,等到雨市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等到大家的那个心情都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早一天来开直播再算塔罗牌这样 好,那就先这样吧 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帮南部加油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这次灾情真的太严重了 真的太严重了,那就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的 也希望你在下面留言,帮南部加油 就这样哦 然后,好吧 就这样吧 今天就是心情蛮沉重的 因为这个烟水真的太夸张了 那就希望南部加油,那台湾也加油 那就这样子咯,拜拜 拜拜 拜拜